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Joey 还记得小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奇特的幻想 就是将来的人类可能都长得跟章鱼一样 由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几乎所有的人都活在全智慧化的世界中 不用上班,一日三餐游机器人完成并送去你家 几乎所有物品都是网购并自动送货上门 政府会收取智慧工厂很高的税收 并派发给所有公民 免费的医院并不需要排队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走出家门 这些都是AI为你诊断 如果觉得在家里无聊 还可以利用VR游戏体验新奇的世界 因为这是人需要的只有大脑 按照进化的趋势 渐渐的会变得头越来越大 就如同章鱼一般 或者我们直接会被章鱼人统治 这些当然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章鱼和人意识形成并不是没有联系的 如果有人问研究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形成 跟章鱼有什么关系 哲学家 生物学家 物理学家 海洋学家都会说关系很大 要说海里的动物哪个最有可能成为人类以外的智慧生命体 它一定不是最大的鲸鱼 而是章鱼 人类和章鱼的共同祖先生活在大约八亿年前 比人类和猫的共同祖先古老的多的多 但是章鱼神经系统极为发达 一条章鱼身上的神经元数量不亚于一条狗或者一个人类的婴儿 它的智商不亚于许多陆地和水中的哺乳动物 在实验室和水族馆里 可以看到章鱼会开罐头 会猜谜 会用工具能越狱逃跑 会偷偷溜出水缸转有一圈再爬回去 然后把盖子盖上 不但技巧还会用水喷他不喜欢的人 他嫌物理的灯太亮时可以灵巧地烂灯泡短路 在野外自然环境 也可以观察到章鱼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 可以通过各种复杂的行为来适应环境 甚至具有识别和解读周围的人和动物的态度 以及肢体语言的能力 科学家认为 就意识形成和神经系统结构的研究而言 章鱼和人类就像外星人鱼人类一般 比较这两者的一同正是科学家最感兴趣的部分 这都是因为它具有高度发达又十分奇异的神经系统 反复浑身上下都是脑 章鱼所属的头族类动物王国里 具有与人类相似的意识极其罕见 而虽然跟人类的共同祖先远在八亿年前 却有着高度发达丰满的神经系统 神经元数量跟哺乳动物相反 不同的是它没有脊椎 没有单单神经中枢行动 换句话说 章鱼就像一个可以用来跟人类做比较研究的天外来客 比较两者的一同很可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开意识问题致命的钥匙 物理学家卡洛罗维利曾提到一件事 多年前他跟一个朋友出海 朋友下水坐章鱼 却两手空空回到船上 心有余悸的对他说 在水里看到一条章鱼躲在洞里盯着他 双方对视片刻 他突然觉得鱼心不冷 因为他说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盯着我 大眼睛里满是恐惧 没错 章鱼的大眼睛加上巨大的脑袋 总会让人联想到婴儿 章鱼是无脊椎动物 因此与人类海豚这些聪明的脊椎动物不同 人类与海豚的大脑和脊椎中有数百亿的神经元 这些神经元通过神经末梢控制整个躯体的感官与运动 就像人类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生物一样 章鱼也是海洋中独一无二的异类 试想一下 如果你在深海潜水时遇到一只大章鱼的话 第一时间会想到什么呢 不 绝对不是章鱼梢 而是外星人 从ET开始 我们就把外星的形象沿用至今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其实外星的形象中 与章鱼极为的相近 章鱼没有脊椎大脑中的神经元只占身上神经元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余迷上在全身 他的每条触手都有大量的神经元控制 可以说具有各自独立的意识自成体系 平时各行其事 处理简单的讯息和行动不需要请示中央 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启动高级决策流程 全身协调行动 章鱼触手的自我意识 认知和伪装比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条件反射更精密复杂 切下一根章鱼触手 他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再生 断肢会爬行吸附 有证据表明 被切下的触手具有相当高级的讯息处理能力 甚至可以杀敌 2015年8月 澳洲西部一处海滩上发现一头贫皮海豚尸体 他的嘴里含着一条大章鱼的触手 师姐发现死因并非溺水窒息 原因是章鱼触手在海豚的蛇根 咽喉和食道部位 用吸盘牢牢吸住顽强抵抗 堵塞了海豚的呼吸道 令他窒息而死 在吃活章鱼盛起的韩国 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 没有太阳的世界所假想的那样 人类的确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生物 其他生物一般都是为了交配和食物战斗 但是人类会以各种原因杀死对方 可口可乐之连环杀人事件中说的愉快放那样 只是愉悦自己就可以残杀无辜的人 每年也有不少人因为吃活章鱼而窒息的 在英国的布莱顿水族馆里有一条章鱼 会拧开瓶盖取食里面的食物 章鱼会用工具 多次有人看到野生章鱼用石头堵住自己的巢穴的路口 甚至还有人见过章鱼使用空椰子壳作为临时的避难所 章鱼善于伪装 在遇敌偷袭或者与同类交流时 可以随意改变肤色与皮肤的花纹 控制章鱼表皮颜色的是一种复杂的弥漫神经元网络 章鱼的吸盘里有化学受体 所以它们可以品尝它所触摸的物体 研究发现章鱼那么多触手不会纠缠在一起 原因就在于它们有辨识能力 由此推断也可以怀疑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 证据之一是它们会毫不犹豫的吞掉其他章鱼的触手 正因为章鱼会吃掉同类 所以它们有着非常神奇的防止方式 熊章鱼的其中一个触手其实就是生殖器 未来在交配时不被雌章鱼吃了 它们需要用触手远距离交配 熊的触手比较长 而雌的体型比较大 有趣的是熊章鱼会将自己的生殖器 放入雌章鱼用来呼吸的鼻孔中 但熊章鱼排经后 就会分离自己的生殖器逃离 奇怪的是 不论是熊还是雌 它们在交配后都会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 熊的不再进食也不回自己的窝 直到自己疲劳至死为止 而雌性也不进食 躲在岩石中照顾自己产下的五万六千个卵 它要每天轻抚自己的卵 还要吹水保证有足够的氧气 等宝宝孵化后死去 这就是章鱼生命的尽头 但其实五万六千个卵中 可以平安长大的少之又少 那么章鱼能帮助我们解开那些 关于意识和大脑的奥秘吗 首先意识实际上是个模糊的概念 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几十年来 关于意识的探索 主要围绕意识的本质问题展开 而在那之前 意识更经常与灵魂的意识 精神 主观 智慧 观点 角度 解读 自我 和自我意识等问题相关联 这些概念相互是有区别的 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的意识问题各不相同 随着时间的流逝 人们逐渐聚焦到一个问题上 主观经验是怎样从现实自然环境中产生的 什么是我 什么是自我意识 通过观察人类近亲 还有其他脊椎动物 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澄清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引出相关的线索 首先是观察 推测 互动 交流 爱恨 和吃苦受难能力的本质 这些能力和特征是人类与其他不少动物都具备的 其次 其他哺乳动物如果有主观意识 那么跟人类的主观经验意识如何区分呢 于是涉及到可比性 哺乳动物的大脑与行为跟人类相似 而那些在生物链上跟人类相隔太远的 比如阿米巴虫则没有可比性 专家认为最理想的比较对象是来自外星文明的异族 拥有跟地球人相似意识的基本元素 但其意识或主观经验却是通过完全不同的结构来形成 如果有这种可能 那么我们或许就能识别哪些是意识的基本元素 哪些是附件 外星人至少在目前还属于科幻 但湛羽的诡异大脑却是不错的替补 浩瀚宇宙无边无际 大自然孕育 生命的形式 状态各异 而人类只是无穷的自然产物中的一个 谁能断言宇宙中没有其他高级智慧生物的存在呢 也许其中的一种就生活在地球的海洋中 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这个影片 还没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